前不久全新的凯迪拉克XT5带着大满配的标签千呼万唤使出来 我还是第一次在发布会上get了现实一口价的概念 直接让这一台车26.59万元起就可以上车 足见凯迪拉克对这个市场的诚意满满 而且这还没有完 这台车还拥有三年八折的保值回购 三年的保险保养维修权益 以及至高2万元的购车补贴等等政策 那么在价格和政策都如此诱人的前提条件之下 我觉得这台XT5它还是欠我一个板上钉钉的 有着绝对说服力的购车理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找一下吧 首先我认为会选择全新XT5的消费者 它一定是实于言之 你能够看到这一台车 它拥有凯迪拉克最新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 那么什么叫家族化的设计语言呢 就是一切你熟悉的元素都在 但是呢都更美更动人心破了 比如说这个直列式流光矩针大灯 它呢还是熟悉的配方 但是注入了最新一代的Slimlight大灯技术科技 让它呢照明的距离更加远 而且呢还可以实现竖灯照横光的神奇效果 夜间点亮呢真的是绝绝子 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的夜间行车更加的安全 再来看侧面有什么亮点啊 首先是这个20英寸的大轮毂 再来就是凯雷德同款的红色Brumble 高性能六活塞的定制卡线 都让这一台车的侧面呢 极具视觉上的豪华性能风的张力 这个我想没有人能够拒绝吧 当我们看到全新XT5 它的车尾的角度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视觉上好像更结实了 更有劲的感觉 这个呢是得力于 它的车宽增加了54毫米 车高呢增加了12毫米 这个呢就让它的前脸和车尾的视角 都让你觉得仿佛是加了宽体套件那样 是不是更加值得了 另外呢供大家参考 它的车长呢也是增加了75毫米之多的 这个呢也就让它在原本的 美系大沙发的基础之上 进一步的去提升了 它对于消费者的空间上的诱惑呢 好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上车了 走吧 做进来呢33英寸的9K大曲面屏 它真的是巨夺目 而且显示的效果也是巨细腻的 顿时感觉到别家的3K4K那些 都黯然失色了有没有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操作一下 比如说它内置的车机地图 我们来看一看它边界信息的读取的速度 以及呈现的这个灵敏度 看我手指随意的滑动 它的这个数据都是非常的快的 就能够呈现到你面前的 再来看一些我们非常高频使用的 视频软件像爱奇艺 它的这个界面的美观度如何 能够看到得益于它的这个9K显示的细腻度 我们随意点击一个电影 不光是它的这个读取的速度很快 而且呢它的整个界面设计 也都是像完全为这套系统去量身定制的一样 这个给人的感觉就很好 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座舱的用料 这毫无疑问是美式豪华 绝对擅长也一一为二的一点 往前看呢大面积的软包 包括它这个金属材质的运用 在视觉上面呢就可以直接像不要钱一样喂饱你 那么往下看呢 它是有FINAPA的真皮座椅 然后指尖也能够接触到这种原生真理的材质 和段路的材质一切都润无细无声的告诉你这个座舱 它值多少钱 坐进来呢座椅靠背23度可调节 光是这一个功能点就已经完全的俘获我了 因为平日里呢我希望我的家人朋友包括孩子坐在后排的体验 都是非常舒适且愉悦的 那么这个呢就完全符合了我对这一点的预设 同时再加上这个坐垫是加厚加宽的 我们一直说啊冰箱踩垫大沙发 既然说到大沙发谁可以坐得过凯迪拉克呢 哎我听很多同行夸这台车 其实它开起来的体验才是最最惊艳的 那么我们就直接实操理一下它的风鸟底盘 让我换上一双舒适的鞋子 OK那开起来呢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报个菜名啊 这一台车呢它搭载的是全系都是48辅的轻火动力系统 搭配2.0T可变缸发动机和9AT变速箱 让它动力好还省油 一箱油呢就可以实打实的去跑完1000公里 就让你不用去忍受现在很多纯电车的续航续标和续航焦虑了嘛 这一点就让我觉得用的挺爽的了 这个时候如果这一台车它会说话 它一定会说这你就觉得爽啊吃点好的吧 那确实啊这台车在开起来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受到它用了非常多你看不见的狠活 去堆积起来它非常足够的这个驾程的品质 那还是给大家报个菜名因为狠活太多 首先呢它有风鸟底盘MAX 它还有Twin Clutch的风鸟矢量四驱系统和RTD风鸟电子实施组 你可调选架以及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 Brownbo定制的六火赛高性能的制动系统 这一切的一切啊都让它的这个动态的表现非常的突出 甚至让我有一种冲动 就是想把它开上赛道去看看极限过弯之下 它的这个车身的姿态是不是也能控制的比想象中要更好呢 另外呢如果你想开着这台车去飞沙玩泥巴的话 那么这一台车它的四驱系统就可以去实现它后桥动力 左右后轮之间零到100%的矢量的分配 从而呢能够让它拥有非常出色的托客能力 没错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 它还能够给你非常惊艳的体验和怨眼的甜蜜 诶那这个时候或许有人会说 我就在城市里面开这台车啊 你刚刚所说的那些我其实都用不到 那我必须夸你一句 你是个非常理性的消费者 只为自己用得到的配置买单 那接下来我就寄出一张王牌 就是前面也提到的 蜂鸟电子实施阻尼可调系统 这套系统简而言之就是 它可以以每秒500次的频率去扫描前方的地面的信息 再以每秒100次的频率去调节悬挂的阻尼 从而呢让你能够烂路做的舒服好路 做出愉悦感 总而言之让全家所有人都对这一套底盘的舒适度 竖起大拇指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最后呢我们前面反反控诉提到的 Brumbo 6活塞高性能的制动系统 它可以帮我们干嘛 就是对于很多脾气比较急躁的司机而言 这个呢就可以帮助你这台车开得再快 也能够稳稳的杀停去为你保驾护航 就是让你自在的出发的同时也要安全的回家嘛 哎这一点让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适合大家去为爱人选择这样一台车型的 在目前的豪华中型SUV市场中 消费者呢有了更多的选择 也有了更多的期许 那如果要让我在全新的凯迪拉克XT5身上 找且只找一个 让我向家人或朋友推荐它的理由 那么我想这个理由并不是特别具象的 而是它的动态驾驶体验能够让开它的人觉得特别的愉悦 让做它的人呢也能觉得特别的舒适 云卷云书之间皆是豪华感的流露 那么以这个标准在这个市场中找一台车 其实我觉得选择并不多 但是呢带着大满配标签的全新凯迪拉克XT5 它算一个